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今天之前何太在群組提到翁靜靜 亦都講廢柴兩個字 今天翁靜靜開了直播講相關事件 聽完之後其實都很清晰 亦都知道了 原來好像他這樣 翁律師亦都提了很多例子出來 譬如他提到為何他一直提著一晚五次 原來香港有法例就說要圓訪 如果有人另一半不肯跟你做的 又或者你另一半根本上就是性無能的話 這樣你就有機會婚姻被判無效 如果是這樣計的話 一晚五次為何要在鏡頭直播面前說 你不覺得好醜好肉酸嗎 現在這樣聽好像是有警滾 原來識法例 其實聽完他所講那麽多東西 給我的感覺可能是有人給他意見 為何呢 因為你無理由一個這樣的人 是有這樣的心計會那麽多東西 是會故意去講在直播或公開講 一晚五次一晚幾多次 或者一個星期幾多次 正常人是絕對不會這樣講的 但如果在後面有一個軍師 甚至乎一個產業鏈去支持他的話 那就不同了 甚至他可能在大陸有問過律師 或者有相關的人 試過這樣做過的 整件事就不同了 就處心積累了 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講過 什麽人將這些事件一直掛在嘴邊 你越是無那樣東西的 你越是會講的 例如有些人經常說自己好有錢的 你越是穿到新光頸漂亮 戴錶又戴到好貴穿衣 日日穿到孔雀那樣的 這些人會是什麽人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 有見識過 有見過世面的都知道 真真正正有錢的那班 不會穿到成隻雀那樣的 博被人標心 那同一個道理 日日講著自己好有誠信的 我是一個好人 那個團隊會幫我的 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人你也要小心 越是無那樣東西 他越是會講的那樣東西 就好似一晚五次那樣 那其實如果你說年輕仔 一晚五次 那其實我相信的 因為你是年輕的 但是如果76歲 一晚五次的話 你可以做到幾多晚呢 一樣我想大家 觀眾都自己會分析啦 對不對 原來就是有個這樣的條例 那即是說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何太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喜歡將這些這樣的歸房樂事 拿出來同大家分享 直播講的新一代 這些這樣的程式教主 那如果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他知道法律的 他懂得法律的 他知道這樣講 是能夠令到他和可白的婚姻 在法律上面更加穩固 而且你看回 連續兩次 在電視上面 或者是直播上面 可白是有答爹的 可白是有講 那我真是五次嘛 我沒有騙人嘛 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這樣講完出來 個個都知道的 但是你關上房門 關上房子 你不知到他有沒有做的 你沒有證據的 你不會去留住那些套 或者這樣那些東西 去做證據的嘛 而且他們提 說有做雲計劃的 說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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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他說現在四十幾歲啊 年紀大啊 好難去橙籃啊 用橙籃這個詞啊 好可愛啊 搞到好似那些動物 而跟著下來呢 其實他是有提到 翁律師是有提到 喝湯 落降頭 這一樣東西啊 原來啊 他說自己曾經請過一個人 他見到煲湯 就整日有個銀仔 有個一蚊在裏 後來啦 就沒有去請他啦 就說 叫做啊 就這樣算啦 不知道他落些什麼 下去啊 就害怕啦 後來 他有警察 就找他 就說工人為什麼不做啊 原來工人啊 他周圍走去落降頭 給人啊 還用那些所謂的驚血啊 這些那樣的東西 好恐怖的 是可以落到 令到人家愛上去的 那這東西呢 是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啦 那再加上他自己 懂得整這些降頭的喔 那所以 恐怖的 原來香港是有法例 是可以告這些的 那不知到 可伯喝那些湯 是什麼湯啦 喝到他呢 可以連子子子女女 都這樣的款 那還有啊 翁律師也提到啊 說啊 何太呢 他在電視機TV那裏呢 就講了一句啦 那這句呢 我想大家 都應該記憶猶新的啦 就是說 可伯 想著呢 那四百五十萬 就給他個女兒 翌日可以繼承得到 那跟著 何太呢 立刻好緊張的講啊 不是繼承得到 是處理得到 你說好點好不好 那大致上講那句 這樣的說話啦 那後來啦 翁律師也提到啊 他說 哇 這句這樣的說話 是可以變成證據的 因為你是透過電視機在這裏講的 那給多條片 大家聽一聽啦 這條片真是新鮮熱辣的 他自己講的 那筆錢原來可伯一早就已經打算是 留給女兒去繼承的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在他自己群組裡又再講多一次 而又好死不死啊 翁靜靜今天直播 你是今日去講一段 這樣的東西 即是說呢 你自己是提過兩次 一次是可伯自己講的 一次就是你在自己的群組那裏講的 那還有沒有得抵賴呢 那還有啊 他是拿那筆錢 原來根據律師所講啦 你可以打官司的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可伯有沒有那麼長命 這些官司可能打十年八年的 如果你打這些官司的話 可能你的律師費很貴 然後他說有個措施 但這個措施如果是呀 可伯提前錄好所有口供的話 那個費用好高 他們有沒有錢去給這個費用呢 那照現在這樣看 他們應該是沒有錢去給這一類的律師費咯 發援可不可以幫到他呢 不知道啊 但是啊 原來他電視機上面所講的東西 已經是斷了自己的路 某程度上幫了幾個子女 給你聽完他在群組上面所講的東西啦 那這段語音你都聽到啦 他又自己再講多次啦 是不是鬼拍後尾枕呢 是不是邪到這樣呢 整天呢 就在那掛著那些錢呀 前妻那些金器呀 分分鐘人家顯靈 拍你的後尾枕等你講真話出來呀 那不過啦 阿翁律師也都提到一件事的 那這件事他會不會去出一個律師信呢 那原來啊 他話到啦 他說你告人呢 是要看時機的 那如果呢 他就是籌了一筆錢 就是告人去拿回那些金銀手式 又或者是 那些女的財物啦 他打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去再告他的話 他就分散了資源啦 即是等於呢 是有兩單case兩頭銷 那有沒有那麼多錢去銷呢 那他講到 說告人就要看時機啦 那如果是時機到的話呢 那就要出手 和阿翁律師提到啦 他說他呢 是會出一封信 去保障自己的權益 那因為出了律師信之後呢 他是隨時可以做事的 隨時能夠做事的情況底下呢 那決定權 主導權 就在阿翁徵禎手上面啦 那他現在這樣講完呢 其實等於是寸到 何太一動都沒有的 那不過後來 他講的東西呢 亦都是以得報怨啦 那始終呢 就學佛的人啦 講話都會留有餘地 做事都亦都會留有餘地 那只不過出完封信之後 就是保障自己的權益 你不要甚至侵害 甚至乎你有再進一步的行動的時候呢 他是能夠去還拖還擊 那這個做法 是相當之值得學習的 那剛才講到啦 他還提了好多的例子啦 還有包括是有這個 起底的法律的 那原來呢 何太他應該是知道些法律 又或者是有人提點過他 那最多最多呢 就是運氣好啦 原來他在大陸 他在這些平台上公佈過仔的消息 那是犯法的 那這一樣是犯起底罪啦 最高呢 就可以罰一百萬 同判處五年啦 那在這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在大陸發生的 那你要在大陸那裏去告他 那但大陸方面未必受理 因爲這一樣東西呢 是叫做 這較上麻煩的事來的 未去到的麻煩啦 那他這件事 爆的東西未必好多 最多都可能罰錢的 那但是由這一點 可以看到 他應該是知道的東西 認識的東西的 如果不是他 怎會這麼有底氣呀 在那講到這麼大聲 完全什麼都不怕的喔 一是就有人教他 一是呢 其實他整個產業鏈是有的 我不清楚有沒有這些產業鏈 如果有的話幾恐怖啊 專門追著呢 那些香港的阿伯來搞啊 那同埋呢 他的直播剛剛提到的一點 我是好認同的 他說有些人呢 窮到怕 他只是怕窮 其他什麼呢 他都不怕的 這個觀點我是好認同的 一個人如果是窮到怕 窮到害怕的話 他是什麼都能夠做得出的 他可以什麼都不怕的 就算你拿棍偶他十幾棍 他都覺得不痛的 只要你有錢給他呢 他就可以什麼都做到 那不過就好像剛才這樣講啦 出信而已 人家就未必會告他的 不過就保障自己權益 等個主導權在自己手上面 等隨時可以做事 那不過也都收到些消息啦 阿何太呢 現在一開新群啦 就被人是敢鬧是敢講啊 然後有些群呢 他也都不敢再做群主啊 可能啦 有些原本不是黑粉的粉絲呢 被他踢完出群之後 他也都好生氣啊 就開始把怒氣怨氣呢 就轉移去到阿何太在身上 有新群啦 聽聞呢 他一開完被人鬧到自己要退群 這樣都幾無人的啊 同時剛才的直播也都提到一件事 那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講的 那他可能呢 就叫做自己的群組都管理不好啊 開得太多群組了 十幾二十個群組 然後不停呢 每日有消息你哪裏看得完啊 有部份的群友 講完的東西 可能你是要受法律責禁要揹非的 那這個部份 如果你管理得不好 也都有麻煩 還有 你群組上面講的東西是公開的嘛 你這樣公開講的東西 其實好多東西也都能夠做到證據的 那還有一點 剛才呢 他的直播都在那裏講啦 那五個子女呢 沒有出過聲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在那裏講到任何的東西呢 都會成為一個證據 那反覆這樣去被人推敲 那也是好麻煩 那不如就不要出聲啦 那也都有給提示給兩邊啦 那還有啊 翁正正就提到 如果上到法庭 你之前講的東西 假設是謊話的話呢 如果你又記性不好 前言不對後語 跟著上到法庭 人家不停去問你 不停問不停問 你就會出錯啦 那你出錯的話 可能對你又非常之不利啊 那如果看下何太的狀況來講呢 他的機性應該是一般的喔 機性一般的 他肯定會答錯話啦 就他現在所講的東西 都已經有好多 是有好大出入啦 那還有一個人呢 就像一開始我們這樣講 是越沒有那樣東西 才會越是提著那樣東西 那剛才一晚五次 我不知道 阿何伯是不是真的 那麼勇猛啦 那但是 一樣東西 就是何太天天在提著的 就是450萬 那如果啦 如果有個情況啦 就是叫何太 他是不能夠拿回這450萬啦 留給子女那些金色 他肯定拿不到的啦 因為是人家媽媽 留給子女的嘛 那他什麼都沒有 只回手頭上幾十萬 還要養著挖伯 養到中老為止 那又怎算呢 這樣可能啊 是叫做養到他過世的喔 如果這個時候 可伯真的好像他口講那樣 那麼強壯 一晚五次 那就大鑼啦 待會被可伯生多一個 何B仔出來呢 那分分鐘 養到自己八十歲 都還要養完個小朋友 想起都辛苦啦 還要公書教學 你不是生了出來就行的嘛 因為你生完出來 你還要教他做功課啊 抽他上學放學的嘛 以何太現在這樣的款 都已經退休人士 都拘多個出來 怎搞啊 搞不行喔 難道啊 可伯到時 越來越老 看越來越差 睡在病床上教個兒子功課嗎 想起都覺得恐怖啦 對不對嘛 還有呢 看他剛才我直播所講 是有相當多 這一類這樣的叫做 中港婚姻的問題 在這裏 好多人都是中了伏的 有部份人 可能就會 扔個另一半 上去大陸住 住完一輪之後 去了 回來再幫他辦喪事 跟著就可以承繼他遺產 這些事都相當之多的 看來呢 這個中港婚姻 應該是有一個產業面 在這裏 他們分分鐘 是有人可以問得到 應該怎做 和阿伯結婚之後 有些什麼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人試過嘛 試過的話 就會傳出去 一傳出去 有人很用心地去記筆記的話 那他慢慢慢慢就會成魔的了 成為這些這樣的人之後 就可以下來賺食啦 只要他夠身分手啦 可以結圓一個又一個 而且還能夠有公屋住 當然我這裏 不是說何財啊 我是說可能有些這樣的產業鏈 其實大部份問題 翁靜貞律師已經講得好清楚的了 只不過這裏就cap了些重點出來 和大家講一講 算是懶人包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